优化的内容是缓存 在我们之前写的代码中 浏览器发起一个请求 请求到了服务器 服务器解析出了响应的结果 然后把响应发回给浏览器 但是了解HTPE的同学可能知道 HTPE在实际工作的时候 会更加质量一些 尤其是针对于静态自然的情况下 会极大程度的利用缓存 缓存是哪来的呢 它又是怎么工作的呢 我们先简单看个意识图 首先用户发起了请求 然后浏览器就会检查 本地是否存在缓存 如果说本地不存在缓存 第一次请求的时候没有缓存 怎么办呢 那我就真发请求了 真向流伦服务器发了 然后呢 服务器会协商缓存的内容 并且返回响应 就是我们这个流程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流程 如果就是说我们协商了缓存 所以说缓存的内容之后呢 浏览器拿到了就算响应之后呢 它会把当前的响应给缓存到本地 下次再发一样的请求的时候呢 它就会先用用本地缓存了 比如说到了下次的时候 检查本地缓存的时候呢 会发现有缓存了 但是有缓存是不是意味着 就可以不向服务器发请求 直接用了呢 也不是 它要检查一下缓存是否失效 怎么知道缓存是否失效 就是靠的两个重要的头 HTTP的头 就是Experse跟Patch Control Experse呢 是比较老的一个头了 最新的都是用Patch Control的 Patch Control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根据 我每次啊 就说给你了最新的内容之后 就在这儿 给你了内容之后呢 我可以规定一个时间 可能比如说像 根据竞产资源的内容啊 像有的我就规定的是十年 有的我规定的就是一天 有的我规定的就是十分钟 都不一样 就是说在规定时间内 你可以不用问我了 就直接用本地结果 我就大概就告诉你 我十分钟之内不会变 然后你就用本地结果就行了 所以它每次要检查 我事故过期了 我还在不跟我上次请求的结果 它还在不在这十分钟里面 或者是用一个Experse头 是告它一个绝对时间 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相对时间 是不是啊 相对于上次十分钟 一个Experse呢 是说一个绝对时间 比如说我就是规定 到2018年1月1号 你没必要再来问我 但这个问题比较大 因为根据不同的时区啊 就是可能有所返回的内 就是说时间呢 并不会那么精确 所以现在一般都用开传授了 无论是怎么样的 做案方式 它会发现 它要检查一下 本地是不是失效了 它发现本地没有失效呢 我还在这十分钟里面呢 怎么办呢 就直接用本地还存了 意思就是不向服务器发请求了 我就直接用本地的副本了 这样就快乐非常多 如果说发现本地还存上失效了 就本地还存已经过时间了 是不是就要向服务器拿出完整的内容呢 也不是 我是说十分钟之内 不必要来问我是不是啊 过了十分钟了 你可以来问我一下吗 我每次在返回给你协商 协商缓存 返回给你内容的时候呢 我会给你一个标识 可能是我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 也可能是我这个文件的一个哈希码 我会告诉你我这哈希 或者我会告诉你 我的修改时间是什么 就等你发现你失效啊 你把这个修改时间来告诉我 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是今天三点修改的 然后这时候啊 你下次再来发请求验证的时候啊 你告诉我 就是上次拿到的修改时间制定吗 我来验证一下 和我当前的修改时间是否一致 比如说我上次我告诉你 我的修改时间是随便一个时间 就比如说是今天下午三点 等你今天下午六点来发请求的时候 你告诉我 上次你跟我说是今天下午三点 我来验证一下 我发现我从三点到六点也没变过 我的修改时间还是下午三点 那我就告诉你了 我没变过 如果我发现我真变了 那就要告诉你新的结果 并且告诉你有新的修改时间了 除了修改时间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这个文件的哈希 我生成了一个哈希码 你来对比一下 你当时拿到的哈希 跟我现在我服务器上 保存的哈希还一不一样 如果说不一样了 怎么办呢 我就是真的是 我就把新的哈希告诉你 并且把新的完整的内容告诉你 把新的最新修改时间告诉你 然后你就用新的东西就好了 但是下次你就可以 就用这个新的了 是不是 如果发现没有变化 跟你这次拿的 虽然你本地说失效了 但我觉得并没有失效 怎么办呢 我就更新一下你的 就是说缓存时间 就用你这次再往后推十分钟 并且呢 返回一个状态碼 平常返回的都是200 表示成功 就说我告诉你个304 并且呢 不告诉你 我还是协商缓存啊 在304里面 还会协商新的缓存 就是往后再给你推十分钟 但是我不返回任何响应的时期了 就说不告诉你内容了 你怎么办 内容你就直接用缓存好了 但是你把缓存的时间啊 或者是哈希什么之类 再更新一下 这样就OK了 是不是 就是说 大家一看这个流程 就知道它能省掉 非常多的产出情况 尤其是对于大量 重复使用的竞产资源 就一个图片 在网页A用 跟在网页B用 比如说我们的网站的logo 地址都是一样的 没必要每次都重新请求 是不是 请求完一次 就用本地缓存就好了 像这种case 就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缓存10年 或者是缓存20年 那有些同学可能问了 哎呦 那我这10年内 就算真的换了logo 怎么办啊 用户是不是就用老logo了 这个也好 但怎么办 我把路径直接给变了 我们logo啊 后面之前是V1版本 我们在路径后面 带个V2 路径变了 肯定就没缓存了 是不是 就当成一个全新的资源了 这个就是一些常见的技巧 为了写代码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缓存相关的头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来判断本地有没有失效 用的比较老实的呢 是一个piers 返回的是一个绝对时间 但是因为时区啊 等相关的原因 大家都用它就比较少了 为了支持呢 我们也可以写一下 我们最多用的是 它承受 它承受呢 返回的是一个相对时间 就是说相对于你上次请求的 加的一个秒的数目 就我们是用maxh 来标识它有多少秒 第二个呢 是一对值 像服务器校验的时候 达到的结果 服务器每次返回响应的时候呢 会告诉你 我的last modify时间 我告诉你 我上次修改是什么时候 当浏览器第二次 或者是第三次 不是第一次发起请求的时候呢 就会把它上次的修改时间呢 因为你上次响应已经告诉我了 我就放到我的request的头里面 叫一副modified sense 这个名字 大家一看就知道 什么意思出诈 就是说你从这个时间 往后还改过吗 然后就夫妻一教言 上次我给你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你现在一来请我 我还是下午三点 没改过 你就用你本地就好了 如果发现我改过呢 我就给你一个最新 再一个新的last modify时间 新的last modify时间就是下午四点了 你就以后用这个 就来问我下午变没变过就行了 除了用时间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一对值 叫做etag 生成一个hasia等各种各样的 主要是能够文件一改变 我这个值就会发生相应的变法 就行的一个东西 生成的算法非常多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代码中 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 服务器呢 每次在response的中呢 都会给他加这个头 告诉你我最新的etag 然后每次客户端发起请求的时候 向服务器教验的时候呢 都会一副num match 这两个支持一个就行 因为这两个都能教验 知不知道 根据不同的case呢 会用不同的教验方式 我们呢了解了这些知识 就来写代码先自实现一下 首先呢我们就为了 就说加一段page 就来配置我们的 这服务器的知识情况 我们加一个cache 这个我们比如说 我们支持message 就是说客户端 就会认为自己十分钟内有效 如果是十分钟 我们写秒数就六百秒 如果我们配成一年 就写成一年 对应了秒数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来配一下 他是否支持experse 比如说对于我判断 这些都是比较新了 我就没必要支持experse了可能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有必要 我在服务器上 就打开这个开关就好了 我们支持他产生 那么是否支持lastmodify 我们默认的都打开 是否支持etag 做了这些配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干净写一个文件 还是在help词下面呢 写一个cache 我们在这里面呢 来做一些 就是说跟产生相关的 首先我们来更新一下 我们的cache 就是说每次来 甚至于我们的配置 来更新一下我们的响应 我们写一个方式 来做这个事情 大概就是init 或者是inference 我们需要什么呢 肯定需要一个时间 就是说修改时间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修改时间包括 就是说相应的 就是生成etag 我们也简单的 用size加上修改时间 修改时间在哪里 可以看呢 我们文件的 stance信息里面会有 然后我们肯定还需要 改response 是不是啊 我们就来根据 我们的方法 根据我们的配置 等一下来读取一下 我们的配置 tance 主块 主块可以放心的 使用相对路径 那cash里面呢 我们也是配了一堆东西 是不是啊 我们也都给它 给自己 这个是massage 隔多久 就是浏览器就认为 没必要验证 然后呢 是否支持experse 是否支持catch control 是否支持lastmodefide 然后是否支持ethead 然后如果说它支持experse 我们呢 就给它response 设上一个hide 每次呢 都是response 告诉服务体 浏览器的 是不是啊 告诉你experse 是什么 experse 我们用什么呢 就是当前时间 你现在请求我 然后我在当前时间的 就是说基础上呢 加上十分钟 我们可以就是说 给你一个绝对时间 所以说呢 我们是z.net 然后呢 在这上面呢 就加上 你配置的时间 是不是maxage 因为我们写的是秒数 但是z.net 拿出来的是毫秒 是不是啊 我们需要转成毫秒 它呢 是一个字不串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呢 nil state 然后把它给转成一个 比如说 to utc 它是一个时间字不串 所以我们把它给转成一个字不串 这样 我们就设置好了 就是说experse 然后我们如果发现 你支持catch control 我就给你设catch control的头 catch control 头这设置是什么呢 它的格式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上来写一个public 那是静态资源的 是公用的 然后写maxage 等于 它这个就是秒数了 所以我们直接用maxage就可以了 告诉你相对于 就是再加上十秒 或者加上六百秒 你就可以 就说认为在这六百秒内 你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说支持 NAS Modify 我们是怎么样的 是给它设置 LAST Modified LAST Modified 就是具体时间我们去哪儿拿呢 那么时间呢 其实就是在thens.timetime timetime就表示修改时间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时间 给转成一个utc时间 所以是可以把它直接就是 直接转就好了 如果我们发现 你支持etag 我们呢 就给response设上etag 我们etag用的就是说 大概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的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发现就是 点size 就是你的大小 加上你的一个横线 再加上你的就是说 修改时间 就是我们实际上本质 还是用的时间 是不是 这样简单 当然生成etag的包啊 也非常多 大家感兴趣 就可以再往上搜一下 就使用 这里我们就不用了 这样就说 我们可以发一些 response 就是说设置了 然后啊 我们提供一个出口函数 我们写一下方法名吧 方法名呢 这叫e字fresh sense 我们需要读一下 就是说请求中的一些信息 同时需要设置 所以说这两个 iq跟iess是需要的 第一上来呢 我们就来 调用一下我们的refresh 就来先来初始化一下 我们的就是说 response呢 给设置好 然后就算 然后我们来读一下 浏览器发过来的信息 就last modified 它的等于什么呢 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这个用过很多次了 就在它的request header中 读什么啊 它每次读过来的是什么 叫做ifmodify sense 这两个就和response 跟request用的字段 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不要混淆了 然后呢 我们来etag etag等于什么呢 叫做ifnononmatch 还有对应的也有个ifmatch 这个用哪个 其实都可以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下判断 如果说发现客户端 这两个信息都没有给我们 这说明什么 很有可能是第一次请求 是不是啊 我们就直接嘴噴 就是说是否新鲜呢 这肯定不新鲜 连有都没有 是不是啊 如果说 扣端呢 给了我们last modified 并且呢 就是我们发现 last modified 就是说我们在response中呢 设的header 就是说不一样 和我们在response中设置的 那一个request 请求的 和我们的不一样 说明什么 它也失效了 是不是啊 同样对于etag也是的 后端发来了etag 并且呢 发现后端的etag 和我们设置的response中 就刚才 上面我们在init的 或者是refresh的时候 设置的这个etag 并不一样 跟我们在这set的head 我们可以用gethead 读它一下 发现这两个不一样 说明什么 也不新鲜了 否则呢 就是我们可以认为 缓存还是OK的 你可以用缓存 这样我们的判断就先好了 我们在root中应用它一下 首先呢 第一步肯定还是引用 然后呢 我们在每次请求的时候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就返回 把它给返回200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需要在之前 拦截一下 Line1就说 不用返回200了 怎么判断呢 就用easefresh 我们把stance信息 传进去 request 把response 传进去 如果它是新鲜的 我们怎么办呢 就直接把它 status code呢 设成304 并且 ies.end 不返回内容了 这样这个方法 直接return掉就行了 如果说它不新鲜了 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走后面 这个逻辑了 对不对 我们来简单的验证一下 27请求 发现是200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种收入 我们拿到的结果 在response中 catch control 我们设置的catch control 已经给上去了 easefresh呢 也给上去了 然后我们发现 last modified 这个是response 是因为我们给写进来了 包括etag呢 我们也给写进来了 但写的比较丑陋了 把当前时间 完全给写进来了 是不是 这没关系了 就last modified 我们也给写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来重新获取它一下 看一下 下一次呢 变成了304 是不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变成304了 response had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主要是我们的request 是不是给我们加上了 这些东西啊 去做判断了 if modified sense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讲的那些东西啊 就是if modified sense 就是说会告诉你 是这个2017年 就是大概5月21号改的嘛 然后response 它其实做了教验的时候 也能看出来 还是 那是modified 就是这两个时间 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就直接返回304了 当然如果我们在这 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永远看到的 都是200呢 很有可能是什么 我们在这选了disable cache了 或者是我们是执行的 刷新操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刷新的话 会产生什么影响 或者disable cache 这个肯定不用想了 这两个做的 就算影响 都是类似的 大家来分析一下 catch很臭 看到没有啊 变成了no cache了 no cache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你不允许 直接使用本地的换身 都要向服务器 先校验一下去 这个就变了 甚至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执行刷新的时候 都会这样子 或者我们执行刷新的时候 会发现message呢 给我们变成了 就装了0了 就是我明明没有设的是0 怎么会是0呢 是因为我们刷新的原因 我们不要进行刷新 用仿照着 就是正常来 重新访问一遍 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我们 把我们的时间呢 设得非常小 理论上我们应该 看不到这个 对不对啊 应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 就是直接就读本地换存嘛 你都不应该校验服务器 就为什么你去反而 还就说给教育 就向服务器上 发起校验了呢 也是因为我们刷新的时候 就刚才那no cache 它不允许 用本地的换存了直接 我们可以就是说 正常使用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00啊 这个200跟我们 普通的200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打开一个 新的网页直接访问 不是用刷新这种方式 用刷新呢 就能看到刚才 我们304的效果了 说明本地换存失效了 才向服务器教验 服务器告诉你 还是用本地换存 我们理论上就说 我设的是10分钟 10分钟之内 应该都按照 刚才的理论 都不向服务器发请求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给发了呢 是因为我们用的刷新 如果我们直接 在一个新的tab中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返回的是200 就说from this cach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直接用本地换存 然后我们同时 给了个200的状态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第一个 就没向服务器发请求 我直接就用本地了 就from this cache 如果向服务器发请求的呢 应该看到的是 我们这一股304 这样我们的服务器 就有了换存的功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